就是只能拆三次的话 那就是把那个 很简单嘛 如果有限制次数的话就改这里就好了 所以改这边的话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for i in range 然后1到点4 所以只能拆三次 OK 不过1月份拆三次等于也算多了 OK 拆个两次就算多了 好 那底下的话一样呢 就是把这个逻辑加一个EL 然后上面的话呢 再加什么 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那个 一辅的逻辑叙述 就是多一个一辅 如果什么呢 假如说你已经拆了第三次 所以i的词等于 等于等于3 那跟他一样and 然后呢 你的那个m 就是什么呢 m不等于mr m不等于 不等于mr的话 OK 然后呢 表示说你拆错了 然后呢 那我们底下的话就跟他讲说 你只能拆三次 然后最后的话把它break掉 这个叙述的话在云端上有了 我这个叙述 OK 我就直接拿到这边来 OK 这边 把他错了 然后这边的话呢 clint 只能够拆三次 然后最后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再多一个break 因为如果没有break的话 它就会还是继续下去 所以这边记得要把它break掉 OK 所以等于是这边改一下 那这个方法 方法1 然后方法2的话呢 就是加一个 加一个c等于0 OK 两个方法 如果我觉得比较习惯用for way圈 所以呢 以后 只要有 范围限制的 我就用for way圈 那如果没有范围限制的 那我就用 快尔以范 有点慢慢把它变成一个习惯的公式 这样的话也比较好记 不然写成是 如果没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的话 这真的是满累的 OK 尽可能的 当然我建议各位回去的话 可以稍微做个变化 哪怕是套用一些 像比如刚刚提到 月份的你可以换其他英文 英文单字 比如换颜色啦 换动物啦 换什么熟悉东西 然后后面加 让它改 让它打字的话 看打什么英文单字之类的 或者打中文打英文 之类的 然后呢 或者是颠倒 中文打英文 也可以 有没有 如果英文打中文 也是一种方式 那其他当然呢 我也把那个一样的 程式码 就是VBA的部分 也放在云端上面 给各位参考 那你会发现 在那个 Python里面呢 是用所谓的 Java也是要有类啦 那有什么差别啊 跟各位讲 最大的差别就是 如果你是正列的话 只能放同一类 同一种资料形态 比如说你放数字 全部都放数字 放文字 全部都放文字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是Python里面的 那个 列串例的话 你可以放不同的 比如说第一个放文字 第二个放数字 第三个放小数点 第四个放别的 都可以 它比较没有限制 OK 这个可能要 其实我觉得比较像以色尔吧 以色尔你放什么都可以 出生格里面你要 Key 中文 Key 英文 Key 什么数字 小数点 都可以 所以概念上 有点类似像以色尔的储存格 OK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先讲到第三个单元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想我们直接跳第五个单元好了 因为第四个单元 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补充 那个VBA 跟Python之间的一个转换 所以下一次的话 主要就再来讲 很重要的几个叫串列 刚刚今天有提到 另外的话 还有档案 跟资料库 这几个的话 都是跟Python 储存资料非常有关联性的 所以回去有时间的话 有许可以做一些预期吧 那今天的话 我们就先到这里